主料,鸡块500克,鲤麦100克,红薯一只,洋葱一个,胡萝卜一根,辅量,油,盐,日式咖喱两块,牛奶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鸡腿洗净切块,凉水下锅,桌水备用,红薯,胡萝卜切块,洋葱切块备用,鲤麦洗净,倒入牛奶浸泡2-3小时, 锅中放油,下炸鸡块炒至变色,倒入洋葱,红薯,胡萝卜,再加入咖喱的适量热水,煮开后,倒入牛奶和藜麦,小火煮至汤汁浓稠即可,喜欢特别稠的可以再蒙上5分钟,烹饪技巧,日式咖喱块,一般不用放盐,并且在水倒进去之后就可以放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